為什麼要是在市政府裡面販毒啊 面對鏡頭沉默不語 低著頭快不上車 有些女子平時任職於北市社會局 沒想到卻被發現在民眾洽工區域 和州系男友一起販毒 六號晚間被移送台北地檢署 复訊後檢方認為兩人罪嫌重大 但市政清楚沒有積壓必要 雙方各以二十萬元交保 社羽局科醫院遭警方查出 不只涉嫌販毒 只有連男友住處也藏毒 誇張的是交易毒品的地點 海犬在市府大門口相當大膽 專案小組扶曉初級 在兩人住處搜除大麻 以及疑似吸食器具 當場人贓拒貨將人帶回法辦 而整齊事件會曝光 就是因為警方發現 有人在網路上買到大麻 對方公稱交易地點 竟然是在台北市府大門口 根據了解社會局證明 三十多歲的有性科員 平時服務於老人福利科 屬於內勤行政單位 不會特別外出接觸民眾 但卻因為交易毒品 頻頻外出洽工 反倒引起警方懷疑 知道健身動作 這名流行科員 過去還曾擔任健身教練 同仁聽聞他被逮的消息 也相當訝異 難以相信 看似性格乖巧的他 竟會捲入販毒案 同仁私下的設法行為 我們絕對配合施法的調查 市府的立場一向清楚一致 一定誤網誤縱 也會移送公務人員 懲戒委員會進行相關處置 相關單位立刻清上火線說明 監禁除了訊問嫌疑人 也不排除有共犯協助 將持續向上溯源 進行完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進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